《逃利不言,夏至成系》 西汉时期,有位著名的将领 他叫李广 当时,有一个 凶猛以上的游牧民族 匈奴,经常骚扰西汉的百姓 李广先后率军 和匈奴进行过七十多次的战斗 战功却住,深受官兵和百姓的外带 李广虽然身居高位,统领千军万马 而且是保卫国家的功臣 但是,他一点都不居公自傲 他不单止代人和气 还能够和士兵同金共辅 每次朝廷给他赏赐 他首先想到的就是他的步下 总是将那些赏赐分给官兵们 行军打仗的时候 遇到粮食或者是水 供应不上的情况 他亦都和士兵们一样 忍机挨我 打起仗来 他身先士卓,英勇頑强 只要他一声令下 大家都奋勇杀敌,不怕牺牲 他是一位多么令人崇敬的大将军 全军将士无不痛哭流体 连很多和大将军平时 并不熟悉的百姓 也都为他哀伤叹息 在人们心中 李广将军就是他们崇拜的大英雄 漢朝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 在史记中为李广立转时 借言语 徒李不言,下致成是 赞颂李广,为人致成 不上虚名的美德 徒李不言,下致成是 意思说的是 徒子和李子有着芬芳的花朵 甜美的果实 虽然他们不懂得说话 但是,依然会吸引人们到树下 上花、上果 以至于,树下就踩出了 一条条小路来了 现在,人们经常都用 徒李不言,下致成是 这个成语 来比喻,品德高尚 或有实跡的人 不代自我吹嘘 自然就能感动他人